台东县某儿哨暗制机构109年发生性侵事件 遭监院纠正没改善 还让不当对待儿哨的工作人员继续服务 导致发生更严重的强制猥亵阅声事件 这是国家背叛 并没有好好地去监督 或者是强力地介入这个机构的改善 所以又在发生性侵 而且是猥亵这么严重的一些案件 监委指出盖儿哨机构109年发生贾南遭性侵事件 进监院纠正后111年4月又发生不当管教事件 9月月生疑似性猥亵 直到112年3月再次发生强制猥亵案 连续11起不当管教及性贫事件 台东县社会处长陈竹然没有家常监督 还在接获贾南事件通报案的第一时间 通知该机构的所属基金会 涉嫌违反儿哨全法的保密规定遭到弹劾 另外针对转入院生多数来自花莲 但花莲县府对安置个案置之不理 卫福部为善进监督 监委也予以纠正 当然对监察委员的调查结果 我们是表示尊重 个案的反应上面 我们之后我们会来要求社工同仁 服务的上面一定要做详细的沟通 监委也指出台东县长 让庆林父亲长期担任该机构 所属基金会董事 属公职人员的关系人 陈处长还协助县府与金顶会 签订机构安置辅导契约书 有为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之嫌 陈处长他有没有这一个 因为知悉劳县长的父亲担任董事 所以有特别特意就第一时间去接触 没有实质的直接证据 我们也不去做过度的推论 法源依据而照权法来讲 他第一时间这个动作 的确是有泄密的问题 以不成比例的原则 大动作的超开记者会 来请问他 他是 是在做谁的大手 赵庆林表示 父亲当初成立机构初衷是做好事 认为监察院无限上纲 至于社会处长陈淑然的去留问题 容庆林没有正面回应 截至结稿时间 致电陈淑然也未获得回应 原始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下注看 赞幻灯